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次给你们来研究这个《西伯来书》啊 实在讲我自己得了很大的帮助 已经在神学院也没有这样很深入的这么研究 所以我今天呢 希望能够把这《西伯来书》就告个结束 再下个礼拜六呢 最后一个礼拜六呢 那就是把 简单的也把那个普通书信 雅各书 比如秦后书 约翰一二三书 还有尤大书 普通书信 很简短的把它讲完 因为我的讲义 我的PowerPoint都发给你们了 所以希望你们自己花一点时间看一看 我就是说今天呢 就是主要的要把《西伯来书》里头那些重点 把它抓出来给大家来分享 因为我们读圣经最要紧的就是最后一项 就是要apply 怎么样把神的话用在我们的生命里头 用在我们的事故里头 apply 运用 怎么运用出来 所以今天我在这一方面呢 要给诸位分享一点 所以那个《西伯来书》十章 十一章 十二章 十三章 你们都有了讲书了 你们都有了讲书了 你们都拿到了 还有那个十一章 十二章 十三章 每一章一个讲题 是预备给你们来去讲道用的 那是讲道大纲 讲道大纲呢 就是一个列房子的一个柱子 你好了 你们怎么装潢呢 那你去根据圣灵给你的感动 根据你在牧羊羊群 根据牧羊羊群的需要 你自己来装潢里面所要的东西 我觉得这样 特别在我们中国大陆啊 这家庭教会 他们的反应非常好 所以我经常要洗礼讲道大纲 在摆在我那个《嘉宾山神经学院》 或者我那个网路上 就他们的反应还不错 所以我那个《西伯来书》十一 十二 十三章 就是《性望爱》 那完了以后下个礼拜 就是我要很简短的要把这个《雅各书》讲一点 其他的几句呢 那就是讲个大纲就带过了 所以希望你们回去以后 用的时间把我来写的讲义 跟那个powerpoint 可以不必看 就是你要用的时候 不必再去做powerpoint 所以我最后呢就是 最后一个礼拜就是我要讲完了 我要至少要留一个小时 或者一个半小时 给诸位祷告 希望能够把这个恩高传递给你们 所以那就讲到医治与释放 先要讲一点关于医治方面呢 一个简短的 将来你要服侍人的时候 如果要给别人医兵祷告释放呢 你先要讲神的话 所以我会拿大概半个小时先讲那个 然后为大家祷告 但是若是你真是很空目 需要被圣灵充满 需要带着圣灵的恩赐 或者身上有什么 需要神的意志与释放 所以我就建议你们呢 最后一个礼拜六啊 禁食 禁食 若是你有什么好的朋友 或者家人 有需要祷告的 特别是医兵祷告 可以带他来 最后那一个半小时啊 就是专门做这样的事工 因为要传递恩膏 最好的就是 你带病人来了 我讲完了要祷告 先祷告几个 然后就过别的祷告的话 那你带来人 他需要祷告 我就要你按手给他祷告 我就按手在你的身上 这样传递恩膏最可靠 那我记得在香港干拳特会 因为每次我都要留一点时间做这样的事工 所以我记得有一次 那一次有六百多人参加 我讲完了 一直释放了神的话语以后 我就为他们祷告 这个叫general prayer 就是为群体一起祷告 所以祷告的时候就说你们有什么毛病吗 你就把你的手摆在你身边的地方 有两个地方有毛病 两个手就摆在那个地方 但是有三个地方有毛病怎么办呢 那你就双手摆在头上 也没有三只手吧 祷告完了 我就告诉他们 你们马上在做意志的 那就是miracle 那就是神节 没有马上在做意志 但是圣灵的意志的能力已经在你身上 不能怀疑 可能你到了家 或者神的时间到了 或者你跟神的关系之间 关系弄好了 自然就好了 所以这种事情经历很多 那次祷告完了 六百多人参加 我说你们现在马上在做意志的 请你站起来 差不多八九十个人站起来 好了 我最后再问他们 我说你们有腰痛的举手 六百人当中恐怕一半以上都有腰痛 我告诉你很多人 腰痛的毛病 一般说起来是百分之七十 我说腰痛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呢就是说你走路的时候就痛 坐下来不动啊 就不痛了 这种情况呢 多半都有长短脚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根据chiropractor他们的原理 因为你有长短脚嘛 走路的时候不平衡 所以这个腰椎啊 里面一个椎盘 你这一不平衡 那个椎盘会动到神经 你就痛了 你坐下来不动 你这个腰椎不动 椎盘就不动 它不会碰到你那个神经 所以你就不痛了 所以这种病呢 就是说你要把这个长短脚长齐了 走路平衡了 那个痛就没有了 讲完了 我说好 有这种情况呢 请你举手 有十几个人举手 就他们一个一个上来 第一个上来 他们呢 前面那几排都跑到最前面来看了 眼睛震得大大的 就是看到一个一个长出来了 后来我看到一位老弟兄 满领红光啊 这个像我一样满头白发 圣灵感动 我说你上来 他上来 我说你来祷告 他来祷告 他祷告几个人 他在祷告的时候 我就手按着他的心头上 他在那边祷告 照我那个方式祷告 结果他祷告几个人都找出来了 后来上回完呢 大家都回去了 我回美国了 他回哈尔滨了 过了三个月 我打电话去找他 他儿子在 接电话 他说爸爸在领会 你等一等 和他来 接到说什么事 我都没讲话的机会 哎呀 什么事啊 你什么时候来呀 来哈尔滨了 我说我来是可以来 但是这个 安全的问题怎么样 他说没有问题啊 我是住在 省政府的 退休的那个 宿舍啊 你来我到机场接你 就住在我的家 绝对没有问题 我说感谢主 他就讲到 他说我回来以后啊 但是我不会传 福音不会讲到啊 我那两个女儿啊 都做牧师了 他是那边韩国教会 来帮忙他做起来的教会 他说我这一次来了以后啊 我不会讲到 就专门为了些病人祷告 病人好了 就送到两个女儿来教会里去了 他教会做得很发展 所以 从这个经历我看呢 就是说你要在做N高 就是最好 一个是你自己有病 或者你自己建立过的 这样传递非常容易 好了 今天我们呢 这个 我先看看我这个computer iPad有没有 那个 这边的这个 哦 是不是HS1 这边那个 对了啊 是 好 我们先一个祷告 天父 我们感谢你 带你我们 弟兄姊妹 一同来查考 研究主的话语 我们知道你的话 是我们矫情的灯 是我们路上的光 你的话 一解开就发出亮光 能照亮我们里头的黑暗 让我们成为光明之子 跟随我们公益的太阳 耶稣基督 感谢你 求你圣灵这个时候 在我们当中 启示我们 帮助我们 叫我们讲得清楚 听得明白 把你的话 砸在我们心中 谢谢主 那天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好的 我们呢 首先我想 把这个 我们过去所讲的 一些重点 稍微提一下 讲到这个西伯来书 大家还记得吗 西伯来这个是怎么来的 来源 还记得 因为亚伯来海蒙昭 就离开了乌尔 见过了这个 尤佛拉底河 因为这个 伊拉克上面两条河 这么下来的 这个 这个 在东边呢 就是 底个利斯河 西边呢 就是 伊伯拉底河 这个 你要知道 亚伯来海 他是有信心才离开的 像一般人呢 像一般人呢 因为神 荣耀地向他行性 所以啊 他才听 神的呼召 要他离开乌尔 那 这个两条河下来的 三角洲的时候 就是那个 乌尔那个地方 是最 发展的 发达的 那个城市 就像 好像今天的 纽约 我们中国的 上海一样的 可是 所以 大家人民的生活 非常富裕 可是 被偶像的事情 也很多 所以神 呼召 亚伯来海 要离开的地方 是有原因的 所以他要 经过那个 没有发达的河 不容易啊 他不是一个人 或者跟他妻子啊 那时候他还没有孩子啊 这么过河容易了 他是一个大财族啊 那个时候他不是用美金的 也不是用人民币的 都是牛羊啊 他要带他一起走的啊 那么多的牛羊啊 要过来到大河 在那个年代没有船的 怎么过来的啊 那我 我出生在贵州啊 那个不谋之地 那我看他们过河 有时候没有船呢 他们呢 你知道他们怎么做啊 把竹子 砍下来 冰在一起啊 或者把树木砍下来 冰在一起啊 他们叫做竹耙子 我们四川话 就是这样在上面 当成船这样过去的 所以那个当地的土人认为 这个人了不起啊 他怎么过来的啊 就是说 就是这个 过来的意思 怎么过来的 西伯来的话就是 就是过来 希伯来 过来 所以西伯来 这个西伯来这个名词 所以以为亚伯拉罕 以及他的后裔 就称为西伯来人 这个 原来是这样的 那这个对我们今天 有什么样的 有什么样的 孙灵的毅力呢 大家有没有想过 有啊 你看 神要摸西 领以色列人 离开埃及 他们也要过一个河 他们不是过河 是过红海 一样的意思 所以你要过河 你要过河 需要离开 你才能过河 离开什么呢 离开那个世界 世界的污秽 世界的捆绑 这个世界 是怎么组成的呢 就是 世界的文化 是人的文化所组成的 教育 经济 制度 各样的东西 把组合起来 这都是人为的组织 那就是组成一个世界 所以 离开吾尔 就等于是离开的 现在我们今天 就是有离开的一个世界 为什么我们成为基督徒呢 因为我们已经过了河了 过了什么河呢 过了世界的河了 神呼召我们 接受了耶稣在我们心里头 那我们就 等于是神 把我们从世界里面 分别为圣 招出来了 所以我们是过了这个世界的河了 那以色列人 过了河以后 过了红河 他们 遇到很多试探了 那过红河就等于受洗了嘛 你离开了埃及 离开了河尔 要过这个尤佛拉底河 我们基督徒 离开了这个埃及 也就是世界了 要过一条河 经过水啊 水洗啊 那就是红海了 所以一个基督徒 你现在耶稣以后 你也是离开了 离开了世界那种 离开了出来 要受洗啊 上次我们讲了 就是说你 耶稣神的羔羊 在外渊里头 你要有个洗桌盆 要受洗啊 但是来到旷野 所以一个基督徒 现在走以后 受得洗了 要受很大的试念 因为我们 你既然离开这个世界了 世界是谁在掌管的啊 撒旦魔鬼是世界的王嘛 那你离开了 魔鬼撒旦 他不会让 轻松地让你 他要找你麻烦了 所以必须有蜀林的征战 这个蜀林的征战 所以他们在旷野 经过很多的蜀林的征战 没有水喝 没有饭吃 遇到敌人 要抢劫打仗 走路 也没有 不像现在我们有马路 那个时候 一两百万人啊 不容易啊 这个口粮啊 水啊 这是两大问题 还有一路之上 不光是大人啊 还有小孩啊 妇女啊 你要想到这个是 我今天要你走 走均者 你一万人 你这样走 你要带都很难 这个词的问题 都是大问题啊 所以这是很大的征战 所以当我们一个基督徒 信了主义后 受了洗啊 很多的试探 很多的试念就来了 这个我们在讲 雅各士路在跟你们讲这个 所以这个 希伯来 称他为希伯来人 就是说 你们很惊奇啊 你们这些希伯来人 怎么过得活呢 就是你们怎么过活的呢 过活的问题 这个圣经 那希伯来书里头就说 希伯来书里头就说 我们现在在先为的时代 耶稣降生以后 五旋节 一开始 基督教会就产生了 那 这 西伯来书是写的 当时的 残居在 残居在 世界 国 的 当时的世界就是地中海云 云地中海一带的国家 那些 犹太人的侨民 犹太的侨民 他们现在也输了 他们现在也输了 但是他们还要 还在保守 他们原来的犹太教 这个我要用 今天我们中国的情况来讲 也差不多 为什么 当时他们 是罗马帝国统治他们 给他们 犹太人民族 是个很特别的民族 所以罗马帝国跟他们 宗教自由 所以他们就 给他们成立一个 犹太人的会 叫做什么会 公会 公会 所以那个公会 就说等于是 是罗马帝国的一个 一个 一个机构 他统治 这个魔鬼他很聪明 要统治 要统治那么多人 也不可能的 他一定要把一些人组织起来 但是犹太教呢 他们就是 他们就是 宗教自由 所以说 那个公会里头 是谁是老大呢 祭司长 祭司那些立位人 所以公会里头他们有 至少有三派 一个是法利塞派 一个是什么 还有什么派 杀独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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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耳朵 这个 法利塞还有 杀独该 他们都信一个神 或者杀独该人 他们不信 不信死人复活 这个 法利塞他们相信这个 所以 他们已经有两派 还有一派呢 他们是 这两派 讲的 都没关系 他们 那一派就比较 政府那一派 三派在里头的 所以你以后读圣经 你慢慢晓得 好了 这一下 所以他们这个 公会有很大的权柄 只要是他们犹太人犯了什么法 他们可以自己来审判 自己来决定 唯有 要 罗马公民 要是犯了法 他们不能 他们可以审判 要是他是犹太人 又是罗马公民 他们不能审判 他们可以审判 但是不能定死刑 丁死刑也利用 罗马政府的官员 好像比拉多 他才有这个资格 所以这个 这一下 这个 他们里头 这个成为 罗马帝国的一个 我们用现在的 很粗俗的话来讲 成为罗马帝国的走狗 可是这一次耶稣 无限节以后 彼得奉耶稣的名 现在神节 好多人跟从了 跟从了彼得 这下他们公会的那些 开始紧张了 开始紧张了 所以当时的基督徒 信了耶稣了 他们原来是犹太教了 现在信了耶稣了 要是住在耶路撒冷的 很近靠近那个 靠近那个 圣定呢 他们都有个习惯 祷告 一定要到圣定去祷告 敬拜神 一定要到圣定里面 敬拜神 神是指在圣定里头的 所以把圣定看得非常神圣 所以就是彼得他也 有这样的他也到圣定去 按照圣定的时间要去祷告 或者经过美门 就遇到这个事情 所以这一来 这个当权派 各位你的当权派怎么样 开始紧张了 开始紧张了 所以他们就开始逼跑了 在当时 那些信耶稣的犹太人 他们为了安全 所以他们还是在犹太灰堂 在圣定去敬拜 但是 晚上呢 平常聚会的就在家里了 在家里聚会 薄饼啊 祭宁祖啊 对不对 所以他这两样都做 他为了保护了自己很安全 这一方面 那老的习惯嘛 祖传下来的 那个犹太教的一些规矩 所以 所以当时的基督徒 两边都走了 所以真正的基督教 就是从 五旬节开始 他们聚会是在 在家里聚会的人 他们在家里聚会 薄饼 主就给他们同在 主就是神嘛 他们相信了 那你不必要到 神不是一定要在圣所里头 在那个 所以 当时呢 后来 罗马政府一看 只要在犹太教里头 那他们就放心了 但是 基督教一产生以后 有的人 他们 后来有罗马帝国 他们有 有失败的 他会 跑到每个教会 每个大会 每个 他们聚会的地方 圣灵啊 他们平常有什么 都有他们的 罗马帝国所 所养的 那些失败 所报告的 所以 当时的犹太人 他们信了耶稣以后 本来就是 犹太教的嘛 信了耶稣以后 怕罗马帝国抓他们了 所以他们在家里聚会 所以 但是后来我们这个 所以现在 我慢慢会多讲一点这方面 现在的基督教 已经变成犹太教化 等一下我再讲这个 所以我们讲的希伯来 这个最来历就是这样的 那 那 旧约里头是一个 隐儿 先约里头呢 才是个实体 你要看一下 过了希书就讲得很清楚了 旧约 全本圣经 就是讲一位 就是讲耶稣基督 这个人 旧约是预言 或者预表 那一个人 在旧约里面叫做弥赛亚 要降世为人 要成为世界的君王 先约呢 先约呢 就是耶稣来了以后 在记载 他所讲所做的事情 这就是先约 所以 现在守旧约呢 耶稣已经来了 他们还在守旧约 所以这些西伯来人呢 当时就是这种光景 所以 这个桌子写这封信 告诉你们 园内那些祭司啊 那些制度啊 圣经的圣所这些 都是预表耶稣要来的这位 他已经来了 你们还去搞那个干什么 你们不要再离开园内那些地方 所以这个主要的宗旨 就整本书的宗旨就在这里 那就是以前的是 律法时代是个隐儿 那么现在呢 就是恩典时代 那么先约时代 那就是不一样了 这个 因为他们把 犹太教把这个圣定看得太神圣 很少人讲这样的 但是神 来了一个枕洞 我们相信呢 从圣经里面看 我们相信任何事情 发生在神的子民当中 一定有神的旨意在里头 为什么耶路撒冷被毁灭 他们就是 把那个圣定 看得太神圣了 那五星期以后已经显明了 神不是只在圣定里 神也在每个人的心里 在每个人家里 所以现在的 基督教已经变成犹太教化了 把那个礼拜堂看得很重 所以现在 今天犹太人他们 虽然没有圣定了 他们到全世界 他们每一个地方 大城市 他们的community 都有一个会堂 那我在纽约 住在犹太人区 隔一条马路 另外一区也是犹太人 他们有几派的 彼此也不来往的 他们有时候彼此对骂的 可是对外来讲 他是灵合作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神就让耶路撒冷被毁 他们就没有圣定了 而且他们有圣定 一定要杀牲口来祭 信祭的 所以你要问犹太人 为什么自从 之后七十年 耶路撒冷圣定被毁了以后 你们犹太人漂流到全世界 都有会堂 为什么不献祭 杀羊杀牛腱献祭呢 他没有了 到现在也没有 耶稣神的羔羊 他已经信上了 就是神的周围在里头 就是不要你们再去搞那个东西 让你们再学一个功课 所以现在 很多犹太人也是要 要到他们来会堂去礼拜了 很清晨 戴一个小帽子里了吧 你们有没有看过 一个小帽子 去留到以色列呢 黄牧师给我两点小帽子 带回来 小帽子是怎么一回事呢 他们犹太人 男孩子买了十三岁 也叫成人礼 要举行一个成人礼 就戴上这个帽子 我住在犹太人去 我住在犹太人去 从来没有问过他们 为什么戴这个帽子 后来有一个美国牧师 我们在台湾的时候 他是熏教士 那时候他到纽约来看我 到安息厅礼拜六 他就住在我家里了 安息厅礼拜六 他就跑到犹太人会堂去 做礼拜 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礼拜的 他回来告诉我 我说你没有问他们 这个男孩子都要戴个帽子 什么意思啊 他说我问过那个拉比 什么意思啊 他说 他说你戴上这个帽子 表示说神常常在看顾你 在纽约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 他们开了一个中国餐馆 犹太人很喜欢吃中国餐 他是四川菜 后来那个姊妹 那个姊妹是我们教会的会友啊 他很活动的 他们很赚钱 一个月至少赚一两万 净赚 所以他说 到我们餐馆来吃的犹太人最多 因为那人在犹太人区 他就说 他说有的时候 不是每个犹太人啊 有些犹太人 他们观察 快要进餐馆 所以帽子拿下来 吃完了餐了 出来了 再把帽子戴上 因为你不能吃猪肉嘛 你到中国餐馆一定有猪肉要吃的 他就是喜欢吃的 他就是喜欢吃的 所以西伯来书里头有很多警告 一讲到一些 他们犹太人 所遗传 守遗传 守传统 耶稣责彼他们呢 他们把回乡啊 这些人要献上 自己的父母都不照顾 献上回乡 献上十分之一 这是应该做的 但是他们的公义 慈善的事 甚至于他们自己的父母 他说交代于自己 他们就不管他了 耶稣责备他们 所以这个 就表明他们是 假冒为善 耶稣责备法利塞人 你们是假冒为善的法利塞人 为什么 以前我 我没有去 详细地思考一下 为什么耶稣骂他们假冒为善 他们守安息日 守那个律法守得很严谨的啊 在安息日 根据以赛亚书是 三十章二十九章 不做自己的事事 不说自己的事话 很多都不苦不苦的啊 他们呢 这个 一到太阳下山 礼拜五太阳下山了 什么都不能做了 所以你 太阳快下山了 你赶快把电门开上 要是你没开太阳下山 你开电门都不行 就犯了规矩 耶稣和责备他们 他们还有一个传统就是 吃饭以前要洗手 所以很多啊 这些规条 都是一代一代传 传就传传 传走样了 所以神的律法是最高的标准 当一个人达不到这个标准 但是你生长在那群人当中 他看不出 呃 要是看到你这犯的戒命的话 那马上要 实目所示 实手所指啊 那 你为了避免这个 被人批评他 只好假毛为善了嘛 所以一个人呢 要守 律法 绝对守不完全 你一定要勉强要守 要抓出来 给大家看 那就是假的 那 我又去回台湾 因为我是从安息日会出来的 那些同工呢 就不敢请我到安息日会的 安息天去 去讲道 他们在 礼拜二晚上 在家里有个家庭聚会 就请我去讲 那我就讲 《哥林多后书》第三章 那里面讲到 那个字句 你们还在守字句 字句就指律法 律法里头特别指十条见面 现在耶稣来了 要守经义 经义是什么 那要你看那个小字 圣灵 所以下面 吉祷就说 我就是那灵 耶稣说 我就是那灵 我在哪里 哪里就有自由 所以现在 我们在先月时代 是自由的律法 我们在雅各说还要讲这个 是自由的律法 为什么自由呢 有圣灵在里头 我们里面的罪 在做赦免 我们里面也一起的忧虑 在做释放 所以我们才真正的自由 没有那个必要去假冒为善 你假冒为善 心里面就还是没有自由的 你外面当别人看 你这人不错 你心里面还是不行的 那良心会责备你的 所以 现在的基督教 已经变得直了 已经犹太化了 我再担心将来 我们中国的教会 希望不要变成孔子化就好了 他们很注重这个祖福 好了 现在我们 请大家 翻开你的圣经 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好不好 翻开希伯来书第十二章 我们没办法评章来讲了 我们先看二十五到二十九节 我们从二十五节看起 到二十九节 都翻到了吗 我们一起来念好吧 你们总要谨慎 不可器具那像你们说话的 因为那些器具在地上 简介他们的 尚且不能陶醉 何况我们违背 从天上简介我们的呢 当时他的声音整动了地 但如今他 也许说 再一次我不但要整动地 还要整动天 那再一次的话 使子民被整动的 就是收造置物 都要挪去 那是那不被整动的长存 所以我们记得了 不能整动的国 就当感恩 照神所喜悦的 用虔诚见卫的心 侍奉神 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 我们就读到这 好 我们再看十三章翻过来 第十到十六节 从第十节看起 到十六节 一起来 我们有一祭坛 上面的祭物 是那些在帐幕中公职的人 不可同吃的 原来 云来 既身处的血 被大祭司 带入圣所所赎罪的祭 所赎罪的祭 身处的身子被烧在云外 所以耶稣 要用自己的血 叫百姓成圣 也就在城门外受苦 这样我们 以当出到云外 救了他去 忍受他所受的连入 我们在这里 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 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 我们应当靠着耶稣 常常以颂战为祭 献给神 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 嘴唇的果子 只是不可忘记行善 和均属的事 因为这样的祭 是神所喜悦的 我们 这个 希伯来说 就是要我们进入曼内 大家还记得吗 那个曼子 这是东边的门 进去这有个曼子 这个是门的曼子 那么这里就有个祭坛 祭坛 那么这个喜桌盆 那这边就是圣锁 这边至圣锁 那么这有 陈塞饼 有一边 那么这有香檀 这有灯台 三样东西 这个曼子 知识 这个曼子就把这个圣锁 跟知识锁隔开了 大家还记得吗 曼子里头 有一个诗恩座 诗恩座 一个柜子 下面 装了有三样东西 我再问大家还记得吗 有法板四条件面 还有呢 发牙的帐 亚伦发牙的帐 还有没有 还有装麻辣的罐子 三样东西 三样东西 这个月柜啊 外面用尖纸包起来的 对呀 上次我讲的 柜子上面呢 就是有两个基督伯 这样的 每年到十罪日 每年一次的十罪日的时候 只有大祭司一个人 他在这边先 杀了羊啊 伸出了把那个血啊 要带到里面来 他先要为自己 大祭司先要为自己的罪 信记了 然后为了以色列人他们犯的罪 杀了羊信了记 要把那个身口的 身子啊 摆在这个 这个云外 到了云外去烧掉 大祭司就把这个血 带到这身所 到自身所来 一年只有一次 十罪日 那 以前我都没注意这个问题 这一次研究这个书啊 慢慢就想着 那个 司恩贵啊 你们把十条件面 摆在里头 为什么那么重要 为什么不把那个 那个法板摆到外面来啊 现在的 就是 要 大祭司 直接 与神交通 直接 看到神的荣耀 不是要去再看那个十条件面 法板 大家懂了吗 这就是新月旧月的关系了 所以都是预表的 好了 这个慢子 所以是个慢子 这个 你们要注意啊 我这个最后一堂 要考试呢 有些重要的问题 有些重要的问题 我要考你们呢 不过不要怕 我是 take home test 现在一个礼拜 交卷 拿回家 所以 不会给你们太 太为难 但是就是要你 要把这个重顶呢 要抓住 明白就好了 好了 好 现在我们就是看这个啊 他说 希伯来人 不但要我们进入曼内 这个地层啊 还要我们出到云外 不但是要进到 曼内 还要出到云外 应该云外 这是云外的啊 啊 要出到云外 刚才我们读了是不是 出到云外 进入曼内 是活在神的面前啊 曼内 主要是讲这个曼啊 要 活在人 神的面前 啊 因为耶稣已经做我们的中宝 他已经在神的右边 那 所以我们 向耶稣 向神祷告的时候 耶稣就是 就我们就直接向神来 交通了嘛 所以是进入曼内了 啊 是曼内的生活 所以现在我们 不再有这个曼字了吧 啊 出到云外呢 是人呢 活在人的面前 啊 活在人的面前 那么 那么 进入曼内呢 是 过隐藏的生活 出到云外呢 是过 见证的生活 因为 出到云外啊 啊 这整个 这是曼字啊 出来以后 那以色列人周围都 都看得见 这个 这是空上的啊 他们以色列人都看得见的啊 所以出到云外呢 出到云外呢 这些人 云外啊 这些人都看得见的啊 所以我们 这是 院内的生活 啊 云外的生活 啊 是两种生活啊 啊 那 能够进到这边里面来的啊 啊 这是外面是 藏木嘛 要进到这 木里面 这是云内呢 进到里面来的 那就是 他要与神千金的人啊 他没有什么问题 他们 他们不会都进来的嘛 这个地方就是 有一定的信度的啊 啊 所以要出到云外 这云外 每一边都有 三个支派 啊 这个大帐篷啊 啊 这就是云外啦 这云外都是人啊 啊 就是说 我们在云内呢 就是要亲近神 直接与神交通 要出到云外呢 就是要 要见证 啊 啊 为神做见证啊 啊 所以这个就是云外啊 啊 这云内的 就是这个意思啊 啊 所以就是 慢内 是人所看不见的 啊 却是神看得见 啊 除了云外呢 是给众人来看的 啊 这就是见证的问题啊 啊 所以这两方面 都有灵带的关系啊 啊 所以我们呢 要过云内的生活 清净神的生活 啊 啊 因为我们不进入云内的话 就不会出到云外 啊 能够有那个好的生活 来见证 见证神的荣耀 那摩西 这个 与神交通以后 啊 啊 他下了山 这个 有些人看见他 他脸上发光啊 那以色列人都不敢看他了 啊 所以 这个 除到云外的 就是 呃 呃 要云外的人呢 看见你 有神的荣耀 啊 啊 要除了云外 如果我们过云内的生活 就会有云外的生活 啊 这个云呢 这个云有很多意思 在第一个就是代表世界 刚才我提的 代表世界啊 啊 这个世界就是一个云 也就是 一座城 刚才我们读的圣经说 他们仰望一座城嘛 也是世界的城 代表世界 啊 是因为这个世界 乃是一个有组织的东西 神创造了大地 给人来居住 在创世纪我们知道了 但是 当人犯罪以后 人就把 这个大地啊 可以说就是交托给撒旦了 你要 你要读 创世纪第三章 是不是啊 神把大地交给人的手里 叫人来 替神来管理这个大地 但是人呢 犯罪了 的时候 就把人 就把这个大地啊 转手给魔鬼了 来管理了 但是人犯罪的时候 他把这个大地转手给撒旦了 因此呢 撒旦就必称为这世界的王啊 圣经里面有没有这句话 有的啊 现在这个世界是撒旦在管理的 啊 他就把大地组织起来 成了世界 所以无论是政治 经济 教育 甚至于宗教 他都全部组织起来 成为一个世界 他就用这个世界来抵挡 我们天上的神 很少人讲这个世界的事啊 我感谢神 我从尼陀生弟兄的 做的东西 我在这方面 学到来一些东西 不错 经常说 全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下 我们这些人 本来都是属于这个世界的 是在那个组织里面的 侍奉恶者 我们不管是政治 不管是在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 教育 甚至于宗教上 都是侍奉世界的王 撒旦 因为 都在控制之下 我们都在 世界的王的控制之下 所以感谢神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来到这个世界 就是要把我们 从这个世界救出来 要分别出来 因此呢 我们就不属于这个世界 好 我就在这 停在这 我讲一个比喻 大家比较容易清楚了 因为在 约翰福音十七章 耶稣在祷告的时候 离开 一笔门徒祷告的时候 他说 我不是要他们 离开这个世界 而是要 不属于这个世界 所以我在 有一次我在家里 给我们从武汉大学 就来了一位老教授 聊天 他现在是目道友啊 他赞成我的讲法 他说 本日肯定是尽力的 里面 有更多招待